歡迎大家來到Banana UK Property 又是我Tony 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就是B36 Birmingham 今天很高興幫業主收一間三房的獨立屋 當時價格是30萬4千 附近環境走4分鐘到巴士站便利店 16分鐘到附近學校超市 駕車7分鐘到Shopping Mall 16分鐘就到Birmingham市中心 附近一貓牛內 小學一間 Outstanding 8間 中學兩間 看看這間屋是有車房 前面這間駕車可以拍到兩架車 我們進屋看看 一進屋 右手邊就是樓上的樓梯 鋪了木地板 左手邊就是客廳 鋪了地毯 好 我們先看看廳 廳是屎屎正正的 挺新的 我們看看哪裏呢 前面我們看看自己的前花園 這個是End Plot 我經常都跟客人說 End Plot 或者 Corner Plot 都好 是比較清淨 私隱度比較高 前面這個位置也可以拍車 拍很多車都行 好 我們去看看 看到右手邊有一道門 這個就是一個下廁的櫃 一般下廁櫃 都是放一些雜物 吸塵機 有些客人喜歡放寬頻 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也有些房子 電箱是在這個位置 裡面 好 再看看客廳 都很綺麗的 靚靚仔仔 好 我們帶大家進廚房 廚房 廚房 很新的 有八九成 地板就鋪了瓷瓷瓶 對 再看看 都有一些設計 有些圖案 在這個牆上 對 對 那 所有東西都身身正正正 有一個 爐頭 焗爐 和七樓煙機 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下飯桌 對 一般這個位置 要放飯桌 有些客人 很多客人都喜歡這隻職 為什麼呢 客廳和廚房 連同一體 隔到門 如果打開了門 就比較 會覺得開陽一點 空間感大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車房 左手邊 這裡就是一條walkway 放了垃圾桶在這裡 接下來倒垃圾 就是這個閘 一推出去 拉出去就是 這個位置 可以放很多車 真的很多位置 用的 我們走回到花園 花園是人造草 適合我們香港人 我們冷剪草 但又想有些綠花 這個就適合了 人造草 還有一張公園椅 好 我們就看一看房屋的背面 這裡的景色是真的不錯的 因為附近沒有什麼屋 人造草 這個窗 一般都是用來擺肥料 擺肥料 擺肥料 剪草機 那些東西 上手業主 這裡沒有草 他就放了一些戶外椅 在裡面 這個車房 改建了 在旁邊開門 進去 是一個工作室 很多 本地英國人 都喜歡DIY 這裏就適合了 這裏有個Gate 就出回到剛才的Driver 兩輛車 排入車房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Driver 好 那我們帶大家 上樓上 看看 這房子挺光亮的 好 那條樓梯 同事告訴我 是很行的 我沒有去到 這次樓梯是很行的 會夠闊 而且不是太高 適合老人家 和小朋友 去行 沒問題 安全的 也有個採光窗 在樓梯那裏 整家屋 比較光亮 看上去 好 首先我們參觀了 Family Bathroom Bathroom地板 鋪了瓷磚 乾淨 我猜 這間 洗手間 應該都有 整整了四五年 都新正的 另外後面 有發熱板 發熱板 除了保暖之外 還可以掛毛巾 可以乾得快些 好 那我們參觀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 絕對可以擺到 雙人床 沒問題的 也鋪了地板 看回哪裏 看後面 花園 你見過景都很開陽 真的不錯 很清淨 也有兩個櫃 放在這裏 業主來到 可以立刻有 櫃桶用 好 好 那我們去第二間房 之前 就先看這道門 如果看我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 這道門 通常都有門 在後面 可以放雜物 各樣東西 這道是放了 好 進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也是鋪了地板 這間房 絕對可以放到雙人床 景觀 看回哪裏 看回自己前面 花園 都比較開陽 不算太近 屋都算 不算 這座地真的很大 可以放很多汽車 好 它也有個櫃 做了在這裏 房間的空間感 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去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 就鋪了地毯 這間房 最小的一間 這間絕對 一定放不到雙人床 如果放到走不到 建議 都是放單人床 應該是女仔房 看回 自己前花園 整間房 粉紅色 應該是女仔房 之前 還有做了一個櫃 有些收納的地方 這間房 放完單人床 放一張細書桌 都還可以 好 今天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 買樓 買樓 租樓 裝修 機場接送 買賣汽車 或者運車 過來英國 都可以找我們 Banana UK Property 幫忙 好了 今天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睇 Banana UK Property 我們過兩天再見 多謝大家收睇 拜拜 拜拜